十善的意义 作为一个佛教徒 如果只是独善其身 实在并不足够 还要进一步秉承佛陀慈悲的精神 积极地行善 以达到利益社会人群的目的 因此 机能秀持五戒 便应该进而奉行十善 十善的内容 十善可以分为 身语以三大类 身三善 一 不杀身 除了不直接或者间接杀身之外 还应该尽力保护所有的生命 二 不偷渡 除了不贪财 不道舍之外 还应该积极救济贫困 孝养父母 供养三宝 三 不邪淫 除了折制过分的情欲之外 还应该多参与 有益身心的活动 多点看提材健康的书籍和电影 以培养高尚的品格 以培养高尚的品格 能够实践新三善 自然会爱护众生 成为一个行为端正 可以信赖的正人君子 与四善 一 不妄言 不应该说大话 或者作出夸大的言词之外 还应该把自己的学问知识 乃至是佛教的道理 为人宣讲 二 不以语 即是不讲无意义的 或者是弃弄别人的话 而是要说 恰当 赞赏 或者是鼓励别人的话 三 不两舍 即是不讲挑拨利奸 或者也都不搬弄是非 不揭发别人的私隐 而是要化解仇怨 多说弥补感情的话 四 不恶口 即是不诅咒别人 也都不用恶毒的说话去骂人 说话的语气要温和 劝导别人要远转 能够实践与四善的人 自然会说话出自真诚 使人乐于信赖得到匹益 二三善 一 不贪 即是不贪非分的财物 甚至对命 利 都不贪恋 培养乐善好思的性格 二 不真 即是心中不动怒 不怀恨别人 进一步对人要有欢恕 要有慈悲心 三 不贪 即是心不愚昧 不为事物的外表所迷惑 而起颠倒错觉 代人处事 要有冷静的头脑 能够实践二三善的人 自然会大功无私 有容人之量 懂得分辨是非邪正 十善和十恶 实践十善的人 现身固然得到人的尊敬 来生更得到人 天 乐果 行十恶的人 现身会令人争厌 将来还要代入三恶度受苦 总之 行十善 对人 对己 对今生 对来世都有益处 感谢观看